迷奇程慶,結智90周年挑戰杯 今天在旺角球場上演正式球季開始前 可能最矩目的一場熱身賽 結智也借這場球賽慶祝他們創會90周年 穿起全身主場球衣,結智在上場6分鐘 向著王陽一個美妙的傳送,新加盟的潘佩軒 貢獻了佳濺球隊之後的第一個入球 這個波士很有欣賞價值 一拳一射,都是相當巧妙 過頭球合到好處,帶領官貝謙突破越位衝進去 第一時間,鞋面來的彈射凹死了,對方的門將沿後進 接下來,看到李文有一個反擊,相當有看頭 在受傷傷出之前,金成龍有一個攀平的黃金機會 剛好在柱邊掠過,湧到龍門口的徐宏傑也差一步未到 這球也要讚一讚,鄭兆君也創造了這個機會 雖然有些幸運成份,在金成龍的腳下 但是,三個球員的參與都有一份功勞 但是,在武漢法踢球隊攀平之後,金成龍因為對方踢中了小腿 結果,相出之下,要由91號的基華尼頓入題 基華尼頓入場之後,他又有相當起硬的表現 這個球,他通了對方坑球之後,彈出來中間 為迪高製造了一個追成平手的機會 但是,這個球射得不錯,偏偏過不到相遇復出的黃鎮鵬 亦都證明了,鵬真的功架仍然十足 結果,上半場就以1比0告中 當時,Diana Wake 仍然是一場熱身 下半場,如果是慢慢埋位的 又可能逃走雞,因為很早就有入球 基華尼頓的一個傳中波動作,鄭紹軍 走到近處,第一時間撞射遠處 網仔入 這個招牌式的... 爬地慶祝方式又再出現了 當時,其實後面入體的哥斯達 是替基華尼頓創造了一個很好的走位 他亦都發揮到自己的速度優勢 送個球出來,落點盒到好處 鄭紹軍也都不負所託 去到賽事的中後段,才開始看到一些... 大家期望的球員入場,包括丹欣勞力 在他入體之後,同樣都是... 後面入體的何振庭 亦都是因為碰撞之下,傷出了 要由杜馬斯入體的 一直到賽事的末段 大家都以為還能分不分勝負呢 但結果呢,這個疑似的手球 雅哥斯達一鬥,鬥中了丹欣勞手 引發到被調離場的何西安組 過擊的頭數之下領了一個王牌 最後呢,到保時階段 出現了一個智勝的入球 當時王陽一個很好的射門 已經是被袁浚好 袁浩晉就救了出來 但是呢,三番四次 最終真的袁王要你五更死,你就走不掉 都是要由這個後備入體 上加聯賽的神射手丹欣勞 把握了這個機會 射入了這場的智勝入球 但是這個球真的怪不到李萌的防守 他們已經是做到所有的了 包括王陽一個美妙的射門 龍門救出之後 跟守這個頭銃的攻門 亦都是用身都扣出來 誰知道呢,原來還有第三次的攻門 丹欣勞發揮他的神射手的本色 球隊贏到今季第一個錦標 雖然是一個慶祝創會的紀念賽 但是呢,到蓬佩啊 李文也得到這個賽事的亞軍 結支,除了蓬佩之外 獲得十萬元的冠軍獎金